北京时间7月6日18点30分,2022中超联赛第九轮,浙江队对阵大连人,第26分钟,弗兰克左类送直塞,穆谢奎进区左侧,在王宪军的紧逼下左脚抽射破门,穆谢奎打入本赛季中超第三球,第42分钟,沿向床小进区线右侧抢射得手,第二助理罗正举棋示意越位,进球无效,第50分钟, 沉进左路转身轻巧摆脱肺育后,在禁区左侧过掉黄家辉后扫向门前,王宪军小进区内不慎自摆乌龙,最终,浙江2比0立刻大连人,终结两轮不胜,总排名暂时升至第八